屏東縣政府規劃植人丁投入1500萬元整修 工程紀念動工 地點就位於屏東市公園路仁德街口 屬於國有財產署的領務局救宿舍群 前幾年屏東縣政府與國產署合作 將宿舍群當作單親媽媽正式安居的彩虹家園 三年多前計畫終止建築閒置至今 整修後將作為青年創業的平台 用植人丁就代表了它已經足夠創業的一個基礎 跟成熟度 而且也會讓更多把它變成一個園區的概念 雖然面積不大 場域不寬 但總是在老建築裡面融入新生命 讓它是一個年輕人創業的築夢天堂 讓它是一個讓年輕人來這邊創造 不管是個人或團隊工作室 築起這樣的平台 讓更多年輕人在屏東來築夢 屏東縣長潘萌安表示 職人丁位於屏東市的淀黃區 有名於屏東市勝利路的青創聚聚落 青創是輔導青年具創業能力 提供一年創業能力培養 而職人丁則是招募以具創業能力的職人創業 縣府將聘專業顧問在財務管理及成本分析上一路陪伴 5月份讓他們報名 6月份專業的審核團隊 6月份專業的我們有其不同業師 組成一個團隊審核 審核之後我們6月份公告審核完畢 7月8月讓它兩個月來做裝修裝飾 我們期待能夠在9月份最慢 9月底或是10月初能夠讓它開業 職人丁招募對象為18到45歲具有創業能力的職人 目前規劃的建築空間有44間 一樓店面8間每間租金5000元 二三樓租金3000元 二樓9間招募團隊工作室 三樓27間招募個人工作室 招募內容與詳情 可讓縣府青年學院臉書粉絲專業了解 評論新聞 張如意劉建榮 采訪報導